哈喽安娜达 一提到苦情神剧 我就会想到小草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一听就好欺负 叫小草的女主角都不是一般人 今天准备就给大家带来一部 童年时期非常火的苦情神剧 我是一颗小草 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 没苦也要硬吃 你欠我家的债 我会让你的家人还的 故事的女主角名叫林小草 人如其名 她的生命力极强 故事一开始她就是地狱开局 小草没日没夜地开出租车 就是为了挣钱 给她的穷男友岳峰 去大城市读名牌大学 幸亏你给我寄钱 我才能顺利地完成学业 没想到她供养的这个男友岳峰 竟然在上大学的时候 谈了另外一个女朋友杜娟 甚至杜娟还怀了她的孩子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也要想一想我们孩子吗 我知道 岳峰毕业回家以后 就凑了一小撮子钱 她想给小草当作分手费 给我钱干嘛 这个事情岳峰的妹妹也知道 不过他们还是决定要瞒着小草 如果现在跟她说了 肯定是很伤她的心 我觉得我就是个畜生 然而还没等岳峰提出分手 这个时候她突然就 啊 哥哥晕倒了 岳峰的脑子里抢了哥哥给我 居然是脑瘤 这就是现实报吗 岳峰的天都塌了 她读大学才刚毕业 事业还没有起步 这辈子就这么玩了 岳峰突然决定 她要抛弃所有人 她先是发短信给她的情人杜娟 她要杜娟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然后就把她手机后 拖入了黑名单 打掉孩子 分手吧 转头她又去找到小草 提出分手 明巧怎么着 小草可不乐意了 不就是个癌症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非要和岳峰在一起 为了表明她的诚意 她要立刻马上就嫁给岳峰 本剧的头号冤种 小草霸 她可接受不了这样的女婿 之前女儿跑出租 供她上大学 她已经忍了 现在得了脑瘤 她想娶她女儿 她坚决不同意 可是咱们的女主角 小草 她就偏不听爸爸的话 她就是要立刻马上嫁给岳峰 嫁不嫁岳峰是我自己的事 我还就把话放着 这婚呢 我接定了 小草爸都陪她这个爱情之上的女儿 给气哭了 只能妥协了 岳峰也被小草的恋爱脑给感动了 他们两个就火速领阵 简简单单办了酒席 早点让你妈抱成孙子 他们俩刚结完婚 岳峰就开始发病了 手术费可不便宜 小草就开始没日没夜地跑出租 给她的老公赚医药费 一次她在跑车的时候 开得太急 溅了一泼水到一个富家子弟的身上 这位公子哥就是本剧的男主角 刘水 刘水和小草的第一次见面就杠上了 刘水给她的车涂了压 她的好兄弟还拔了小草车上的玩具 那个玩具可是岳峰送给小草的定情信物 我的东西呢 我的东西你们谁拿了 刘水他爸特别的严厉 不管出什么事都会指责自己的儿子 刘水被冲了一个逼斗 非常的委屈 也算是和小草结下了梁子 小草嫁给岳峰以后 她的地域人生难度疯狂增加 她不仅要存钱给岳峰治病 还要养他们全家 哪来这么多钱呢 从家里拿的 我把亲戚朋友在家里都招了一下 有病 她还要补贴给小姑子零花钱用 这点钱你拿着吧 嫂子我不要 我不是要你的钱 叫你拿着你拿着 结婚后没多久 小草怀孕了 可医生说她怀的是女儿 有非常大的几率 会遗传她爸的脑瘤 所以建议打掉 就是生女儿的话 遗传的几率比较大 生儿子就没事 还有这种说法 有没有学医的小伙伴 可以来科普科普 小草只能听医生的 把孩子给打掉了 她悲惨的生活还没有完 现在岳峰的开炉手术费 需要十万 他们全家人倾家荡产 才凑了四万 七草八草的 四万块钱 为了再找六万块钱 小草就决定 把她爸送给她的出租车 给卖了 是女末入妇 叫你那酱皮 我知道说了也没有 那可是你爹的车啊 而且还是你吃饭的家伙 结果 卖车的时候遇到骗子 试驾的时候 把那车给开跑了 现在车没了 钱也没了 那风怎么办 别着急 我已经报警了 这世上还有比她更惨的人吗 谁敢比我惨哪 离谱的是 她回家以后 把车子被偷的事情 告诉给家人 她的小姑子妹妹 居然说她舍不得卖车 故意编造车子被偷了 车被人骗了 被骗了 这也太巧了吧 我全都都开印了 这一家子人 你还舔着脸供养她们 你为了啥 你欺负一点 小草为了让婆家相信她的诚意 她就跑回娘家 找她亲爹要钱 我就说小草爸 她就是全居的第一大冤种 小草还有一个大哥 也是刚结完婚 家里也凑不出那么多钱 小草爸现在给一个老板 当专职司机 这个老板这么巧 就之前男主角流水他爸 刘总 小草爸就准备找他的老板借钱 我就是想给你借点钱 此时刘总公司正好有些急事 他没有立刻答复小草爸 其实按照刘总和他的交情 借几万块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那我资金周转一下 好吧 可是小草爸已经等不及了 他就来了一个先斩后奏 他看见会计有一包十万块钱 他就直接顺走了 就算是我借的 以后我一定还给他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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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头 送去给他女婿交了医疗费 拿着 谢谢 我的天 真的是绝了 女主角一家都在为月峰家 无底线的付出 谁知道这个时候 刘总他们公司出事了 刘总手下有一个立副总 他从公司卷走了上百万的款项 直接把刘总气到心梗 猝死了 来人哪 刘总不行了 快来人哪 立副总就顺势把锅甩给了小草爸 说是他偷了十万块钱 才气死了刘总 我爸怎么你了 你这么对的 这下可好 小草爸被抓进去蹲大牢了 我没想来人啊 你们就说小草爸 是不是全剧第一大冤种 光让小草爸坐牢 刘水可不解气 刘水暗自发誓 他一定要找林小草他们全家报仇 从有一天 我也会毁了你的家 我也会让你知道 失去亲人的姿务 另一头 岳峰得到了十万块钱的医疗费 做了开颅手术 手术后下半身全瘫痪了 不过好歹保住了命 一天见不到我老公 我的心里就难受啊 熟了一下五年之后 男主角刘水硕士毕业了 他重返了刘家 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替父报仇 你欠我家的债 我会让你的家人还的 可还没有等他去找小草算账 他就发现自己被偷家了 他们公司那个立副总 居然和他老妈结婚了 家里老刘总的照片 全被换成了立副总 不过刘水还是认定 是小草他们家害死了他爸 所以他先要对付的是小草 而此时的女主角小草 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强牛马 她不仅要跑出租养家 而且还要做保姆 照顾半身瘫痪的岳峰 谁知道有一天 岳峰的老同学来看她 趁小草不在的时候 她悄悄地温怨疯 五年前她为什么选择了小草 而不是杜鹃 我媳妇 别看大大咧咧的 水做的 不管你往里扔什么东西 她都能够承受包容 而杜鹃呢 火做的 炙热激情 如果她爱上谁的话 她恨不得把它烧成灰化成炭 所以不能持久 所以 你就放弃了杜鹃 而选择了小草 这是什么渣男言论 臭不要脸 果然 遭报应了 岳峰突然旧病复发 脑壳子的痛得要裂开了 我的手啊 我的头快要裂开了 小草赶来安慰她的时候 她突然喊出了一句 这也太扎心了 你说你没有爱情 那我算什么 可是还没过半个小时 小草心又软了 她要拼命地挣钱 给老公挣医疗费 然而此时 流水已经开始来找她报仇了 流水三番两次地派人 开车和小草碰擦 躲完这辆躲那辆 结果还是给撞了 你说脱子什么人了 最后 她甚至自己也开车来撞小草的车 反正她又无所谓 她就是故意要制造交通事故 让小草没有办法正常地去跑车 流水还去忽悠小草她哥 要给她安排一个高薪的装修工作 小草哥二话不说就辞职 跳草到了刘家的公司 还没干两天 流水就反手把她给开了 小草实在没辙了 只能向流水妥协了 问她到底想怎样 流水就拿出了一份合同 说她爸当年偷了十万 要小草还钱 大哥你这连本代理都四十五万了 我能够你敲诈勒索吗 不还钱也可以 她要小草给她做一年专职司机 她要好好地折磨她一年 一年 就一年 这是什么神经霸宗 小草的家里一堆烂摊子 她只能同意了流水的要求 做她的专职司机 流水也信手承诺 恢复了小草哥的工作 不用谢我 谢你妹妹吧 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草那个小姑子美妹 她毕业以后 也跑来了刘家公司上班 做了一个小会计 刘总 这个报表请您签一个字 妹妹看见公司帅气的少爷 刘水 立刻就施展她的美人计 然后刘水 她就是一个钢铁直男 妹妹故意在公司里加班 然后暗示老板 自己还没有吃晚饭呢 没人给我做饭 你等我一下 还有一张 这个你拿着 楼下二十四小时外卖 他们做的产 又偏又好吃 加油啊 先走了 拐弯抹角没有用 她却大胆地向刘水表白 也惨遭拒绝 我喜欢你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你 刘水她不喜欢这样 娇滴滴的女孩 她反而对吃苦耐劳的小草 很感兴趣 她总是借着替父报仇的名义 经常会使出各种手段 整小草 我走开 走开你 小草为了给她老公攒钱看病 她任何戏耍都能忍 岳峰这个时候就病复发 眼睛都看不见了 又要住院开刀了 还是得考虑手术的问题 小草她为了岳峰 真的付出了所有 就连岳峰家他们房子漏水了 也是把她自己亲歌喊来帮忙补漏 就在小草给岳峰晒书的时候 她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居然是她在大学时候和杜鹃恋爱的照片 小草哥怒了 岳峰你个蛮八蛋 小草哥带着照片冲去了病房 他质问岳峰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在外面搞女人 你真理小草吗你 您瞧怎么着 一旁的小姑子妹妹反而理直气壮 她说杜鹃才是她哥的真爱 追求真爱又有什么错 那你们一家子别用小草的钱啊 这话气得小草哥想打人 没想到妹妹还在一旁补刀 说小草心甘情愿到他们家做保姆的 又没有人逼她 小草照顾我哥那么多年 那是他心甘情愿的 无非也就是身体上累点 可是我哥呢 不仅不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他还要对小草愧疚 我哥才是最受伤害的人 妹妹 妈 你给我闭嘴 小草崩溃了 弄了二年半 原来她只是一个倒贴钱的护工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 我在你眼里 不过就是一个免费的护工而已 此时小草的婆婆人还不错 她知道是她儿子李亏 马上下跪向小草认错 千错万错 都是妈的错 是我没有教育好孩子 是我养了这么个 狼心狗肺的东西 小草就心软了 接下来 她不仅要给流水当司机 更是要抽空 帮她的婆婆一起摆摊卖盒饭 就是为了攒钱给岳峰做手术 我们一定无底下 而躺在病床上的岳峰 她自己良心都过不去了 因为她在住院前 接到了大学女友杜娟的电话 以后不要再打过来 岳峰 杜娟还给她寄了一份出身证明 原来五年前 杜娟并没有打掉孩子 偷偷给她生了一个儿子 岳峰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小草 她很疑惑 小草到底图她什么 为什么无底线的为她付出那么多 你还说你听你爸的 你爸第一个就反对你们结婚 现在还害得她在坐牢 岳峰不想把杜娟生了儿子的事情 说出来伤害小草 她想和小草离婚 我想让你解脱 然而提出离婚以后 逼急了小草 小草突然说了一句 我们都看出来 小草说的是一句气话 可这话却被门外的婆婆给听见了 这句话也将是小草 接下来噩梦的导火索 小草她誓死都不会放弃岳峰 小草越是这样 岳峰就越没脸活下去 当晚她就自己拔了所有遗弃的管子 自我了断了 因为前一天 婆婆在门口听到了小草说的话 她就一口咬定是小草杀了她儿子 婆婆和小姑子到处说小草是杀人凶手 连岳峰的葬礼都不准她来 这铃铛是你进的吗 诶 您瞧怎么着 小草非要用她的爱赶化她们 你不让我来 我就偏要来 你是伸着脖子往人刀底下送 你知道吗 可我还是岳峰的媳妇 她厚着脸皮 在婆婆的恶言恶语之下 帮岳峰办好了葬礼 岳峰死了以后 婆婆也激动地哭瞎了双眼 虽然她眼睛瞎了 却变成了本剧最强作妖王 她每天想着各种办法折磨小草 差点把小草给掐死了 小草呢就是偏不走 她非要留在岳家 照顾婆婆和小姑子 这恶婆婆就换着各种花样整她 可就算小草无底线地对她婆婆好 婆婆依然没有感动 她每天都加入村口的情报组织 到处宣扬小草是个杀人犯 晚上还会把碎玻璃渣 扑满在小草的床单下 还是不是人呢你 甚至还要小草去给她儿子陪葬 我儿子已经被你杀死了 你为什么不跟她一块去死 这婆婆会在小草上班的时候 故意打电话给她 说家里有急事 让她赶紧回来 小草真的就请假跑回去了 结果只是 电视坏了 您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 就为这个 你是不是恨得我早点死 你好清静 是吗 每天半夜还要伺候婆婆喝水上厕所 我要喝水 小草哥喊她回娘家 她就死都不回去 这段剧情真的看得我头皮发麻 小草被她婆婆折磨的天天都要请假 她的老板刘水也很愤怒 好在他们街道有一个警察小王 他把小草的事情都看在了眼里 也把她这么无私的举动告诉给了刘水 刘水的心里 莫名就产生了一种怜惜的好感 她也开始觉得 按照小草他们一家人的性格 不像是会干坏事的人 因为刘水的家庭也很不幸 她的老爸去世以后 她娘已经火速地嫁给了利副总 她老妈上着连公司都不管了 天天在家躺平 把所有权利都交给了利副总 现在已经转正成了利总了 刘水就劝她娘要防治点利总 可是她娘非是不听呢 怎么又是个恋爱呢 因为他们刘家是个装修设计公司 利总一直偷偷地把装修材料 以次充好到处搞钱 刘水发现公司的材料有问题 只能亲自去换回靠谱的材料 她去陪客户喝酒 可是客户非要找个女的来敬酒 刘水实在没办法 只能把小草拉来帮她敬酒 他们俩这一次喝醉以后 不仅搞定了供应商 饭局后 他们俩也互相吐露了心声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们俩开始试着了解对方 流水居然没喝够 还要喝啤酒 你这笑声和杰瑞一模一样 有没有 第二天一大早 小姑子到公司上班 就看见了还没有酒醒的两个人 你小草给我站住 你个臭不亮脸的女人 我哥刚走多久你就这样 我没有 你别胡说八道 这下误会了 小姑子回家以后 就把事情告诉了她娘 饿婆婆彻底被激怒了 一天中午 这饿婆婆非要喊小草回家吃饭 干嘛呀 给你婆婆做饭呢 其实她在饭菜里都下了安眠药 小草吃完饭以后好困 就睡着了 好好睡一觉吧 饿婆婆居然扛来了煤气罐 关闭了所有门窗 她要小草和她一起死 我这就跟你媳妇过去陪你了 这剧情也太可怕了 此时她的老板流水急着用车 她很郁闷 小草回家吃个午饭 怎么半天还不回来 接电话接电话 于是她就打车冲去了岳家 林小草 好在流水赶来 出手救了小草 离谱的是 小姑子到了医院以后 还恶人先告状 说小草要害死她妈妈 这小草也是没救了 她可以原谅婆婆做的所有事情 谎称这一切都是个意外 这小草绝对是个大神经 没苦硬吃 她非要用她的爱 感化婆婆 接着岳峰以前的老同学打电话来 她告诉小草 岳峰和杜娟有个儿子在隔壁市 杜娟现在疯了 没人带这个孩子了 她就决定去隔壁市 抱回岳峰的儿子 这样子就可以哄她婆婆开心了 我要把你妈的亲孙子接回来 只有把她接回来 你妈就会吃饭了 这小草真的是没救了 刚好她的老板流水也要去隔壁市 她要调查立总买劣质材料的线索 于是他们俩就一起结伴去了隔壁市 这段剧情远离了岳家 也是这部电视剧最温馨的一段剧情 男女主角一路上相处得非常融洽 到了隔壁市以后 流水区调查劣质材料的线索 而小草接到了杜娟的儿子 杜娟当年被岳峰抛弃以后 她后来又被一个渣男给骗了 受了刺激的杜娟就疯掉了 现在住进了疯人院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小草就以岳峰老婆的身份 收养了杜娟的儿子当当 因为当当从小就和疯子妈妈一起长大 害得她现在得了自闭症 从来都不肯开口说话 小草把当当带回家以后 可让她婆婆开心坏了 可是当当有自闭症 不肯开口说话 也不好管教 小姑子又开始在旁边挑拨 说这孩子根本就不像她哥的孩子 说不定是小草随便抱来糊弄他们的 她会不会根本就没找着孩子 然后随便领个野孩子来糊弄咱们 不是这位姐姐 你以为你们是谁啊 小草为什么要找个假儿子来糊弄你们呢 你们家又没有家产继承 我图什么呀 这家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图的 太离谱了 小草一怒之下就抱着当当 回娘家去了 还是娘家人好啊 小草的哥嫂 就给他们两个安排房间住了下来 小草 你就带孩子踏实的住着啊 看着小草无微不至的照顾当当 她的大哥也是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我妹妹啊 天生是个干保姆的料 这就是传说中的保姆控哦 小草哥更是带着她的老婆和儿子 一起帮助当当治疗自闭症 小草的家人太温馨了 一旁偷窥的流水 好感动 她回想起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的幸福生活 看见小草家温馨的一幕 她现在越来越喜欢小草了 小草上班的时候也要带着孩子 流水也不生气 甚至还会陪着小草一起带当当 他们就像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那你怎么养活自己呢 我妈咪给我呗 很快亲子鉴定报告下来了 当当的确是岳丰的孩子 当当是我哥的亲儿子 那个恶婆婆和小姑子 又跑来抢走了当当 而且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在孩子的面前说小草的坏话 小草啊 她不是年轻吗 你爸就是被她逼死的 等你长大了 一定要替你爸爸报仇 记住吗 这位奶奶 你是魔鬼吗 小草哥也是对小草无语了 不理解她为什么还要为岳家奉献 可小草不管 她就是要对岳家好 简直到了风魔的地步 我相信人心都是肉掌的 她就是头狼啊 我也给她变甜小白兔 那我说半天白说是吧 这段时间 流水一直陪着小草带孩子 一方面是为了谈恋爱 另一方面 她也是利用小草打掩护 给力总放烟雾蛋 让大家都认为 她是个玩物丧志的人 其实她一直都在暗中调查力总 有一次她开好房间 让小草帮她传递资料 把人家小草都搞误会了 不会吧 这么直接 我还什么都没有答应她 那就要开房 这也太前卫了 不行不行 小草 已经有人 把一样东西放在这房间里面了 你帮我把它取出来 就OK了 好生气哦 不过在小草的帮助下 流水成功拿到了 力总贪污的证据 她也从公司老会计那边得知 当年老刘总 就是得知力总贪污的事情 才被气死啊 原来流水这么多年 都误会小草罢了 力总被她赶出了公司 流水的老妈也和力总离婚了 力总被开除以后 就自己去开了个小公司 谁知道这个力总玩得还挺花 之前在留家公司的时候 她就用钱收买了小姑子妹妹 帮她做假账 她甚至还把妹妹搞怀孕了 在我自己说该怎么办呢 真的是书可忍 审不可忍 小草直接冲去力总的新公司 大肆宣扬力总的劣迹 你个老色鬼 你这么大把岁数了 还欺骗人小姑娘 小妹被你这么一骗 以后还怎么嫁人呢 我跟她没关系了 她居然说没关系了 小妹都怀了你的孩子 你叫没关系 你是要把你小姑子的事情 宣布全世界吗 流水也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教训了一下力总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想打你 你打人呢 虽然他们替妹妹出气 可是妹妹却完全不领情 你为她付出这么多 你值得吗 那你呢 你每天替我哥带着那个当当 她连你的筋不肉都不是 难道你不傻吗 够婆被噎住了吧 力总为了对付刘家 对流水制造了车祸 不过男女主角命大 没死 她又安排妹妹 从刘家的公司 偷转几百万出来 然后他们两个就远走高飞 好在小草提前一步 拦截了妹妹 她把钱追回来以后 反而用一种 盛气凌人的态度 要求流水 必须原谅她小姑子 你永远不会原谅背叛我的人 你完了 你一定是一个动不动就跟人发火 跟自己较劲 特别讨人厌 又没有老婆 又没有孩子 一个死去老头 死了火怕了 也没人送你 你有这气势 为什么不去骂月家人呢 此时的流水是真的喜欢小草了 最后还是溢了她 原谅了妹妹 现在小草和流水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他们两个一起带着当当 终于让当当的自闭症有了好转 当当居然开口 喊小草妈妈了 就在当当的病情 刚有好转的时候 她那个可怕的妈妈杜鹃居然回来了 这可吓死当当了 杜鹃说她的疯病已经好了 她要接走当当 我的病已经好了 没办法 咱们的女主角小草 可是圣母光辉照耀大地 她怎么可以霸占别人的儿子呢 这一次她没有听婆婆的话 半夜三更 偷偷地把当当送还给了杜鹃 吓得当当 当场就对着小草喊了妈妈 她求小草可以带她走 可是小草拒绝了 小草一定觉得自己好善良啊 可接下来 流水就帮她查出了真相 其实杜鹃是偷跑出来的 那个杜鹃的病啊 根本就没好 是她自个儿偷偷摸摸出来的 医院哪 也在找她 这也太炸裂了 小草只能求助流水 帮她找回当当 当当差一点就被发病的杜鹃 给捂死啊 好在流水及时救回了当当 我猜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一次流水和小草拼了命的救回当当 当当已经把他们两个当成了自己的爸妈 她和流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 拿着就不撒手了 谁给你买的 是爸爸 当当 你胡说什么呢 居然喊爸爸了 这恶婆婆男的受得了 她警告小草 禁止和流水谈恋爱 你姓约 你爸爸叫约峰 你儿子的嗝屁了 你还要小草利益贞洁牌吗 什么年代了 这小草也是离谱 她为了能够让婆婆安心 于是她就找到流水 说等当当上大学以后 她们两个在谈恋爱 等刚刚长大了 至少是那大学了 我才会考虑自己的事 你把人家流水当什么 经过了那么多风波 小姑子美妹已经洗白了 她支持小草和流水在一起 嫂子还这么年轻 她不能一直守着咱们家呀 不过她自己的感情却不顺 原本他们接到的警察小王 一直都在追求她 可是她后来听出了美妹和丽总的那些事 她突然接受不了 放弃了美妹 小草又想施展她的圣母大法 可是人家小王根本不理她 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小梅她自己也知道错了 她会做个好妻子的 美妹伤心之下 就决定出国发展 再也不回来了 她把月家的烂摊子 全都丢给小草了 你是小草 上面有再大的石头 你都能顶开 可是我不行 对对对 就别人能吃苦 现在瞎眼的婆婆和当当 都要依靠小草 流水就三番两次的到月家立市 她说她会对婆婆和当当 像自己家人一样好 看着流水这么有诚意 婆婆终于还是放手了 连女儿都不管她了 只有小草对她不放弃 这婆婆再也不作妖了 而且同意了小草和流水的婚事 今天啊 我做主了 我就成全 你喝流水 这下流水妈就不高兴了 她对着这个前婆婆 各种阴阳怪气 听说 你曾经给小草整得够呛 当婆婆你比我有经验 小草和流水 又是草草的把婚给结了 牛妈赌气 什么亲朋好友都没喊 好在小草的爸爸这时候出狱了 帮他们主持了这场婚礼 原本这前婆婆 是打算自己去养老院的 您瞧怎么着 小草偏步 她说进老院那种地方 坚决不能去 她必须要带着前婆婆 一起嫁入到流家 如果前婆婆不去流水家住 她也不嫁了 流水妈就很郁闷 她花钱给她儿子买的豪宅 凭什么要带着儿媳妇的前婆婆 还有一个儿媳妇前夫的儿子 可是我总不能扔下一个瞎老太太和一个孤儿不管吧 这我做不到 她不是还有个女儿吗 用得着你管吗 这小草呢 平时对岳家人都唯唯诺诺的 但是她对流水妈 却无比的印记 您用不着警告吗 这又是警告又是威胁的 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宁可不嫁 我也不会让我婆婆受这份罪 老岁 干了我自己下班 说实话 看这个剧情我真的很想打她 怎么会有这么欠揍的女主角 奈何这个时候 流水已经找了小草的魔 她答应了小草所有要求 前婆婆和当当一起住进了流水的豪宅里 我就不信 这个老太婆 她是铁石心肠 接下来又开始换新婆婆 来破坏他们的家庭 流水妈想尽了办法 先是找来了流水的前女友 然而一点用都没有 流水现在她只爱小草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你知道不可能 流水妈气不过 她也搬进了儿子家里住了 好在流水这个男主角 是个天使人设 她一个人在家中 要照顾他们所有人的情绪价值 后面的剧情就不像之前那么炸裂了 他们住在一起都是小打小闹 直到一天 小草怀孕的消息到来 所有人都放下了芥蒂 他们成为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接下来剧情疯狂撒糖 前婆婆的眼睛复明了 他们在远行的时候 小草在车上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 小草 这是我们的孩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种手好流行这样 没苦也要硬吃的狗血故事 小草的人设虽然善良 但真的把我击吐血了 内伤好重 求求各位小伙伴点个赞赞 三连支持一下了 完结 撒花